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異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工業 給你鍛鍊籌碼的機會 非常歡迎全國的所有的 大朋友 小朋友再次光臨 全民心工略 科學家也無法解釋的 神秘檔案 古今中外都有不可思議的故事流傳著 而追蹤這類超自然現象的 謎題的探索者 有人用歷史文化來解謎 有人用民俗地理來說明 更有人直接當粉絲 直接晶圓外星遺物的實驗 今天到場的都是古今中外 這些神秘解謎的探索者 我們來聽聽看大家都對 哪一種的神秘事件感到好奇 來 歡迎大家 第一位 歡迎介紹的是 網購運時的外星迷 橄欖 對 哈囉 成哥 第二位是天文星象的專研者 愛麗絲 來 成哥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文史超級名嘴 翁燦耀先生 翁燦耀哥 第四位是馬雅文明的達人 馬雅仁 大家好 行萬里路的小王子 林韻慶 大家好 靈異傳說的故事迷 蔡翔 大家好 好啦 那個大家 今天只有翁大哥是第一次來啊 還有節目播得夠久耶 我好開心能夠在節目裡面 看到一些年紀比我長的人 但是這些都是年輕人 你跟他們比 不要小心 不能佛心喔 是 你看你右邊那兩個啊 就好像清晨四點的九郎一樣 九郎 對 為什麼 一個人很寂寞耶 寂寞耶 不會啦 相信我 我們的最後小豬都不會不只一隻 都有兩隻到三隻 你的右邊這兩個都是來看節目的 沒有 他們都來看過兩次了 都坐在後面 從頭到尾兩次了 來 換一下我們本華麗竹竹來 相當具有智慧的現代時髦新女性 她是未來任何一個女人 想要追求的一個目標 蔡上華 大家好 我是女研究員蔡上華 今天有舊朋友也有新同學 那麼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資格現在是 四字化的筆畫題 希望今天能夠努力搶 想想看到底在搶的是哪一個中文字 上來我們答題台 開啟你的個人專屬題庫 那麼一萬三萬五萬十萬大獎 或有客製化的獎品 讓你帶回家 最後我們再把新 時間交給他不僅是奇異博士 在他身上超自然 特別神秘的 更是他的帥氣和博學 曾館長 奇異博士就是叫奇異博士 我就可以把個結界給打開來 你這樣看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我很像神經病 好啦 不鬧了 改變一下剛才我說的遊戲規則 我以為是五話的字 四話 看了三話還不猜 那太過分了 修正一下 前兩話你們不要搶 讓他先 好不好 因為翁大哥要不然會可惜了 今天 好不好 第三話你就可以搶了 好不好 好 來 準備 猜字題 四筆劃 第一話請看 這個字是從一橫開始的 你們在筆劃順序要留意 概念才行 筆劃想寫錯就沒有了 第二話 一橫 這是一撇嗎 一橫一撇 第四 真的沒人搶 非常好 第三話 翁大哥 真的 等一下 除了你之外 其他人都沒有答案 沒有搶 都不算有答案 不確定 都沒有答案 這不是讓喔 是真的他自己搶的喔 翁大哥 答案是 天下新王 匹夫有責的 匹 匹夫有責 匹 唉唷 一 二 三 很合理 越來越合理 下面那句話是連筆的 就一畫對不對 唉唷 答對沒有 漂亮 漂亮 拍手啊 各位 他先寫裡面 他先寫裡面了 希望裡面的每一個節目 裡面的那個凹 翁大哥可是文史工作者 對不對 這個太棒了 不敢當 第一次來就第一個上台 你看過這個節目 有二股 連續三天一直在看 你看到家人說 拜託不要再看 你不覺得節目很值得看嗎 很難得 很難得 你的意思是 有很多節目你看不下去 不是 因為我們 每次看到您登場 就覺得馬可菠蘿到中國的 那種感覺 馬可菠蘿 我像馬可菠蘿 對 他就是穿這一身 真的 真的 您可以去查核一下 請他就位吧 翁燦耀同學 聖約翰大學 聖約翰大學機械工程系別 建宗一路往上唸 算是非常令人羨慕的學歷 電視名嘴文史工作者 也是我們的明節目新聞 中娃娃娃的古典來賓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經歷 應該是你經營中藥鋪這件事情 是 家傳 是家裡的 對 家族事業 所以你並沒有學中醫 我本來要去秘書旅新聞學院 因為附近過世 趕快回來接這個中藥店 你接 只是營運而已 我們現在是藥商執照 藥商嘛 但是因為我本來就是喜歡讀書的人 所以藥書對我很適合 甘之如意 而且過目不忘 你是第一個出來的 你看我二部 我們節目二部的三集嘛對不對 你怎麼也想不到 你是會第一個出來的 第一個出來是五分鐘的答題時間 是 非常的充裕 很適合你慢慢思考 對 很適合老人家 同時第一個來看一下夢幻大獎 這個角度看起來特別清楚 看一下 請開門 這一集問你準備了些什麼 這免除水桶的進水器 那是防盜後背包 然後三萬大獎在前面 單人拾木沙發 在左邊五萬大獎 這也是高級音響組合 放在你那個椅子的旁邊 當家庭擺在那看都很好看 十萬大獎 不是靈異現象 它真的會動 它是運動的紓壓椅 好東西 我很擔心 我騎腳踏車來能載嗎 我真的從戲子騎腳踏車來 你如果真的拿到那一台沙發 我幫你運回去 OK 好不好 而且我不會報公費 我自己掏藥包 我會給你擊補亂 你會給我一點擊補 擊補亂 不用 你請我吃一頓飯就好 OK 這樣好不好 好 準備好了 好 來 翁大哥 請公布 梅 因為你 我們想到了一個 八個題目的 生老病死酒色才記 全部藏在裡面 請看第一個 孫女快出生 是不是快出生 年底就多了一個孫女 現在聽說都是孫子 對 你現在才六十出頭 已經三代頭了 老了代謝差你 我是頭髮這樣 其他都好好的你 我其實也沒說什麼 生老加一個是病 病 真牙與病痛 你特別注重牙齒的保健 所以都是真牙 目前沒有假的 髮細胞死光 生老病死講完 因為你的髮細胞死光 那這個東西死光了 聽說是跟一個荒謬的事情有關 跟你年輕的時候 到髮廊找妹妹洗頭 對不對 是 用到的劣質洗髮精 對 那個桶裝的 每天來杯酒 你每天喝酒 尤其愛高粱葡萄酒 所以我們有來了一題 色 談色不避諱 你在節目裡面 大談跟老婆的姓氏 美女姐 年輕的時候 有嗎 我們路透社指出有這麼一段 他們不都是要檢調 怎麼 怎麼會這樣 我們都檢調做預告 色講完了 財 管財 哄老婆 老婆曾經悶悶不樂的 你把財產歸他管之後 他就開始病都全好了 是不是 我們多了一個 財 酒色財就接氣 欲傲客有氣 進行中藥行 會遇到一些不良的客人 不良 你會生氣 我真的受不了 太用心了 真的 只為了他第一次來 你們這樣子準備幹嘛呢 他又不是東森的老闆 我跟張高翔很好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覺得如果至少要三題 是哪三題 第一題 老了代謝差 對的喔 所以你看起來那個表情 你似乎滿腐老的 就是說 有時候表達愛意 好像得不到回想 就覺得真的是 我們就從老了開始了 好不好 OK 請 出題 都有可能 可以說答案了 我的答案是 C 跌倒 說定 老年人最怕的就是跌倒 跳舞有時候沒跳好也會跌倒 Dancing Queen Dancing Queen 像是Dancing Queen 對 我們看那個 他的MV的片子 裡面 你看所有的這些骨瘡的出來 大家都在這樣子 偏偏起舞 但是最著重的就是腳步 是 對 所以 所以他對於這個膝關節 還有腳踝的地方幫助最大 而且腰 常跳舞 平衡感會好一點 對 你在新加坡舞廳看到那些老頭子 哇 我在新加坡 我沒有去過新加坡 不常去 我去新加坡電視 我沒有去新加坡舞 真的 Dancing是最好的 Dancing Dancing 我以為是那邊可以交朋友 可以少去憂鬱 聽有人可以聊天 你到舞廳每次付那麼多錢 都更不甘心 很心疼 更憂鬱 他是社會觀察家 我們也不好說 請揭曉 好 這老人家 最不經摔 這一摔了之後 就容易會骨折啊 甚至造成身體的經驗大受損 但是問題是呢 超過六十五歲以上了 幾乎就有三成的人容易會跌倒 到了八十歲左右 更是五成以上的都很容易跌倒 這個時候呢 多跳舞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在跳舞的時候呢 不僅是可以訓練我們的協調性 同時呢 這個肌肉的疾難力也能夠增強 所以其實跳舞的話呢 就可以降低 有三十七%跌倒的機率喔 來 第二題 我們人沒有這樣噴 彈射不必會 在節目中大談跟老婆的信誓 這件事情 其實也不是你的專利啊 你看任爸也常在聊 我好像沒有談過這個耶 有喔 我只是說 因為我們房間距離很遠 有時候我路過 跟他敲門 他說時候不早了 他就講這樣子而已啊 你有把他救就對了嗎 我沒有那個意思 我只是跟他請安而已啊 請安 你們的房間為什麼會很遠 為什麼分房子 沒有 他在三樓 我在一樓 哇 那分太遠了嗎 對 我們人是孤獨的出身 所以回去還是要孤獨 所以一定要保持距離 永遠要保持疏離感 你是說真的吧對不對 這樣你又能維繫20年的婚姻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我今天回去 我今天回去有分房子 對 你很好用 慶祝題 A 情趣家 C 越容易被老婆欺壓 我可以答了 快 A 越容易出軌 蘇利 我覺得出來婚都是要還的 前面新班女多了 後面就倒楣了 不過因為 已婚男人的幸福 都在配偶以外的女性身上 這話是你說的 對 她婚前這樣子 她會有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是被害妄想症的一種 對 但是她一直持續這樣子 她會有慣性定律 結婚對她只是一個形式而已 沒有意義 也沒辦法約束她行為 這是豬改不了吃屎的意思 而且你看皇帝 那麼多古董字畫 她還是不滿足 對不對 還要那麼多瓶灰 因為只有女體 她才是各有各的這一種面向 女人的身體 對 你說花瓶 這些古董 古腕 千篇女綠沒有 毫無 就是沒有什麼吸引力 牛切到北京 還是沒有 是這樣嗎 謝音 介紹 老實說妳不是這個答案的舉手嗎 對嘛 對不對 會變的 事情還是會變的 可是蔡翔跟懶懶覺得 是啊 因為如果男生他習慣這種就是 很多性伴侶的同時 他如果結婚 他以前還是會懷念那種感覺吧 我這 懷念 對啊 就是他已經習慣了 不同女生 不同的女體 所以結婚只是一個形式 他結完婚 他只能夠擁有一個女生 他不滿足 我們聽到上華怎麼說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找這種比較沒有 戀愛經歷的男生呢 可能他反而會 琳朗入花蟲 不如找這種已經玩過 上岸的比較安全 但事實上根據這個保險套品牌 他們的調查就發現 其實當男生的疫情 有過多的就婚前的性伴侶呢 其實在婚後 他會出軌的機率越高 如果有五到十個以上的 性經驗的話呢 那麼他婚後 這個出軌的比率 大概會超過兩成以上 如果有十個以上的性伴侶呢 那麼婚後出軌的比率 更是高達了將近四成喔 所以一定要特別注意了 所以妳很認同這個數據 本性勝於教養 妳又說了一句什麼 本性啦 勝於教養 這一所欲言 就是本性勝於教養 就是說他有這種傾向的人 很難說後來的教化 或者是妻子苦口婆心 他就改了 不可能 好 我會盡量做到的 一萬在巷子口啦 洪大哥 每天來一杯酒好不好 當然好 妳都喝的是高粱跟葡萄酒 這兩個一個發酵 一個蒸餾 落差很大喔 是 我是一三五二四六擦開啦 擦開啦 對 我們不棍酒 這很重要 對 因為高粱 因為我們人喔 所有的氣 水蒸氣 能量 都是從丹田上來 OK 高粱 它能夠在丹田 產生這個能量跟熱度 真的 對 我們所有的免疫性 防禦也是從丹田上來 這個是重要的 你不要一直這樣 這樣 對 就是從丹田上來 對 有空 有空 你就墊高 腳跟 然後提缸 然後攝護線 前列線 都OK 你早點來上節目了 對 我就快請看護了 真的 每天來杯酒 這麼好 請出題 請問哪一種酒深受 泛骨 貝塔蘇 王爾德 海明威等名人的喜愛 剛被形容喝下之後呢 就能看見所有美好的事物 A 白蘭蒂 B 龍舌蘭 C 艾比斯 這個要有研究 猜對就厲害了 厲害喔 艾比斯 艾比斯 艾比斯是什麼酒啊 我的答案是 B 龍舌蘭 鎖定 你怎麼知道 你猜的嗎 還是 威士忌是聖命之水 那白蘭蒂呢 白蘭蒂還好 白蘭蒂還好嗎 你看以前我們在招待所 都是威士忌 我沒有吃過招待所 我不曉得 所以你猜 所以龍舌蘭你是猜的 達基蘭是猜的 對 龍舌蘭 因為王爾德應該 應該是龍舌蘭 為什麼 他關在監獄裡面的時候 連那個壁紙 他都要跟他對決 他關三年的時候 覺得很痛苦 所以他絕對不可能 吃艾比斯這一種 這麼複雜的 喝到龍舌蘭就看得瞬眼了 而且龍舌蘭好像滿普遍的 真的 這些巴黎的沙龍 好像他們都是龍舌蘭的 來囉 請揭曉 第三題 關鍵性的第三題 正確答案就是 艾比斯 艾比斯它到底又是什麼 其實它也被大家稱為 大麻酒 但是它裡頭沒有含大麻 總之吃喝下去會讓人家 覺得有迷幻的感覺 它是一種植物性的蒸餾酒 裡面加了苦愛草 茴香跟茴晴 去進行蒸餾 所以它的酒精濃度超高 有70% 那麼其實它在1915年的時候 一度是被禁 在那之前其實在這個歐洲國家 他們超愛喝 像是法國人 他們一年可以喝掉 四千八百多萬瓶的艾比斯 享受那種迷幻的感覺 不過來到1915年 據說飯骨就是因為 喝了大量的艾比斯之後 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所以在吃了之後 它就被禁止了很長 將近一百年的時間 到了2003年才解禁 但是在台灣其實沒有很難買 大賣場就買得到 那我們 我們都說苦愛酒比較 對 我也是這樣想 對 所以 你必須回復 我必須回復 我必須回復 回復我 現在要休息一下 謝謝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要進行下一回的資格賽 全明星空略 模範身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好了 翁大哥走了 現在可以開始搶了 好不好 我們就開放了 開放了 前兩話就可以搶了 來 請看 第一話 第一話是一橫 首先從一橫開始 就只有四筆畫 一橫以後的第二話 一橫接一束 什麼字一橫再會接一束呢 四的話 不會吧 那麼簡單 第三話 一橫一束再接一橫 這什麼 第四話 蔡翔好快喔 答案是 蓋幫的蓋 蓋幫的蓋 妳還在挨勒咧 妳不快收工了還在挨勒咧 我還在響啊 蓋 答對沒有 漂亮 蔡翔 大家好 大家好 蔡翔就位 蔡翔同學 台大受醫系畢業 沒有畢業 台大受醫系異業 政大土地政策 與環境規劃的碩士班 新同學 對 來看一下我們為您 量聖打造的另外一組題目 來 請公布 第一題 研究生預期題 目前是政大土地政策 和環境規劃的碩士班行程 園長割芒草 它是養了很多動物 自稱是園長 不是館長 會割芒草給兔子吃 是吧 因為喜歡養兔子 是吧 便秘吃這個 曾經便秘了一個禮拜 然後造了大腸鏡 結果如何 教育告 結果 好 美甲藝術史 有二級美甲證照 過年當大廚 她想考中餐餅級 對不對 對 棺材仙食堂 她這個怪妹妹 也喜歡靈異跟屍體 所以她非常相信鬼神的存在 蔬菜藥均衡 小時候吃了太多南瓜 覺得很恐怖 素食熱商品 她專愛吃一些垃圾食物 炸雞 炭烤之類的 對 雞排 薯膠 可以了 我們做個三題的表現 好不好 我也希望 冷靜 好 第一題 第一題 研究生育行 妳說土地正義 因為我們是 主要是原住民的 那個土地的議題 我們就要帶著我們的知識 回家鄉 譬如說幫我們 因為原住民有很多 妳是原住民啊 對 賽德克族 所以就是 需要爭取 為他們爭取些什麼 譬如說我們的土地 要怎麼規劃 或者是跟政府之間的 對話橋樑這樣子 這樣子 年輕有為 有為 我深受感動 好 投訴我 好 謝穎 處理 台灣網站調查了 研究生的十大惡夢 請問第一名是什麼 A 跟指導教授不合 B 寫不完論文 C 被指導教授壓榨 我的答案是A 跟指導教授不合 國立 我們那個C寫了一個選項 叫被指導教授壓榨這種事情 不可能發生吧 有可能啊 壓榨什麼呢 譬如說 如果你要去填調的話 你沒錢啊 或是沒有補助之類的 不知道 但我就想說 A的話應該是 你要有A才會有B跟C啊 對不對 好多人沒有辦法完全畢業 就是因為論文沒有教出來 我以為那是 還是我又會異業 你異業 就是一個異業的達人 好多人沒有念完 就是因為他論文還沒有教 可是論文的話 那是你要有教授 你才會有論文啊 因為它是因果關係就對了 對 就是最開始 應該是教授 對 指導教授不合的話 絕對他是你念研究所 最痛苦的 對 請揭曉 好 好 加油 第二題 關材仙事堂 喜歡靈異啊 或者是屍體的相關的話題 畫面什麼的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非常喜歡看這種書 關材仙事堂 真的能改運嗎 來 請主題 泰國有很特殊的 躺關材欺負儀式 象徵信徒 重溫 請問哪一項儀式的規定 是正確的呢 A 需要蓋上白布 B 需要手持經文 C 需要穿著新衣 我的答案是B 手持經文 對 索麗 妳真的知道 我記得那個畫面好像是沒有白布 然後大家就是 妳記得那個畫面 妳有去看過他的相關資料影片 對 我有看過這個影片 而且我泰國有很多經文 所以我覺得應該 蠻需要 持個經文 然後師傅在旁邊送金之類的 可能也是一種保護的動作 對 但是穿新衣我也覺得蠻合理 請記住 正確的答案是需要蓋上白布 好 泰國其實現在很流行這首 模擬葬禮 那其實就是有一些想要改運 讓自己能夠有重獲新生感覺的人 他們就會去參加 那通常一天大概會有100人左右 就參加這種模擬葬禮 那一次大概也是要支付 100泰銖的費用 進去之後 他們就有很多棺材放在那 那會請妳手持鮮花 躺進去棺材裡頭 頭是朝夕的方向 就是他們下葬的這個方位 那另外他會幫妳蓋上白布 旁邊會有僧侶在送金 那之後他會引導妳 再起來換一個方位 代表妳衝獲新生了 當然有很多人覺得 對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有一些詬病 不過他們其實是想要提醒大家 生命很重要 所以你要慎重地面對 每一天的人生 來 封手回家 妳剛剛有沒有帶禮物 也沒有帶禮物 妳剛剛都起到一個 不好的示範作用 不是 回來就好了 回來就好了 是 回來就 我們給後面的人多一點機會 對 真的 毒熱熱不如重熱 好棒 毒熱熱 重熱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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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盒這個賽 好了 兩個怪怪的人都已經下去了 現在 大家要我們正式來 好不好 好 我們把這個節目的整個的氣質 整個 整個建立起來 好不好 好 加油了各位 新功的這個賽 第三輪 那麼快 來 看第一話 四筆畫的第一話 四筆畫的第一話 一 先從一橫開始 第二話 一橫完了接一撇 一撇 一撇 第三話 漂亮 答案是 歹徒的歹嗎 歹徒的歹 厲害 他竟然講了一個 跟我想了不一樣的答案 歹徒的歹 算你狠 答對沒有 漂亮 答對 我昨天把字典拿出來翻 猜歹真的厲害 請就位 馬雅人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畢業 來 請公布他的第二道題目 第一題 唐使熟得很 研究古馬雅文明 還有唐朝歷史 特別喜歡 這麼多朝代就喜歡唐朝代 大家要告訴我們為什麼 咖啡 田間池 因為學生的時代 跟愛喝咖啡的女同學聊天 大概可能有曖昧或者是情愫 老婆怒氣榜 永遠記載著老婆的生日 星座 手機號碼 這樣還 這也沒什麼好氣的 離婚就好了 公園翹翹板 之前每天帶女兒到公園去放店 放店 他活力十足 動物一家親 女兒愛動物 所以督促你了 希望能夠為他蓋個動物園 家園 居家看殺出 他疫情期間的最大興趣 掌心是這個 你督促自己 因為你注意自己的天生 這二肩半脫垂 對不對 經歷不正 經歷不正 小心 古世流行語 關注古世的動態 懂得鄉民的流行語 對 所以我們也出了一個 來一個三題至少 好 第一題 我先選 老婆怒氣榜好了 永遠記不得老婆的生日 生日現在慢慢記得了 慢慢記得 老婆怒氣榜 從這裡開始 請主題 我的答案是 有那麼嚴重嗎 有那麼嚴重嗎 鎖定 這八扁總統的口頭殘 有那麼嚴重嗎 因為我覺得那個C的話 要有小孩才會有C嗎 我還以為 我剛剛是AB在選 其實我也把C幹掉了 然後C的話 其實聽到等一下也不舒服 對啊 C的話我蠻常講的 但我覺得 像我那麼白目的人 應該蠻少 所以應該A比較難 覺得他答對的舉手 你看 有那麼嚴重嗎 不好意思 就一位 你們兩個是不是等一下 等一下 對 我選等一下 你不是等一下 我這孩子要找你啊 你們三個可以有三個答案 難怪你們上不來 等一下說明 因為我現在就需要你嘛 我現在就需要幫忙 所以你回答等一下 那會一秒就讓媽媽會非常的笨 就是這樣子 我現在就要你 但你又等 但你又等一下 對 但有些人不回答耶 他至少還會講 對 那個等 對媽媽來說媽媽一刻都沒有辦法 真的沒辦法 我現在就需要你 對 對 還是要找你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現在 爸爸媽媽 就是以前都是好像媽媽照顧小孩 但是現在滿平衡的 就是 照理說爸爸你要回玩尿部 混輪流分擔 對啊 所以說如果爸爸說 這個 我現在要忙或什麼 現在很多年輕爸爸都在玩手遊 或是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你小孩你來處理一下 還是要找你 對 他找的不是我 他找你 對 然後推過來這樣 對不對 找 起碼你有一個人支持 是 請介紹 恭喜兩位遭到淘汰 對 因為這是出自於 親死雜誌的調查 所以第四名就是 小黑就是要找你 把責任都推到媽媽的身上去 不過其實前兩名 非常的類似 都是屬於沒有同理型 就是有這麼嚴重嗎 和第二名的 他不是這個意思 你想太多了 其實很常會發生在婆媳關係 或者是 太太跟先生抱怨 其他外面的人的時候 需要就是討拍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拍拍他 那第三名呢 是等一下 明天再說 就會讓太太覺得說 那我自己來就好啦 要你這個老公要幹嘛 恭喜 第二點 我選 整心吃這個好了 二間半脫椎其實 許多人都有 對 他的比例其實超過一半的 對 其實滿多人會有的 我那時候去看醫生的時候 他說 這個很常見 中華民國陸軍有一堆 有這個 整心要吃什麼 主題 好 這一題我選 B 奇異果 好 蘇利 奇異果不是C比較多 奇異果好像有很多那種 微量元素的感覺 我記得 所以 鎂跟甲感覺 甲當然 需要腸植啊 鎂 我覺得好像比較難 攝取到 所以我就想要選B 希望你是對的 請 謝謝 其實如果有心力不整的問題啊 可以多吃含甲跟美的水果 那麼呢 在我們剛剛的選項當中呢 其實啊 這個奇異果呢 它的含甲量很高 那它其實每一百公克呢 就有兩百九十毫克的甲 香瓜呢也很多 兩百四 那麼市值呢 只有一百五 不過呢 其實如果妳一定要說 含甲量最高的啊 是葡萄乾 那它這個 小小的就已經有七百多毫克 紅棗也是喔 那如果是只要 直接攝取蔬菜的話呢 可以吃川七 其實呢 它也是很適合的 但是如果有腎臟病的朋友 就要切記喔 這個含甲的食物 不能夠吃太多 來第三題 股市流行魚好了 有 請主題 根據台灣網路調查 討論股市熱門 愛用的流行用魚 哪一句是網友們 最愛使用 聲量排名第一的 A 睡公園 B 護國聲聲 C 困霸鼠錢 我選 C好了 C 鎖定 護國神山聽起來 就覺得很威啊 很有力 很有power 為什麼不選B 因為 因為那個護國神山 其實就是 特定幾個股票嘛 對 然後 我在PTT比較熟 我在PTT的股市班 有在講護國神山 但是好像 睡公園也滿多的 睡公園意思是什麼 睡公園就是 你就是賠錢 賠到去睡公園 無家可歸的意思 對啊 然後 困霸鼠 困霸鼠錢 對啊 然後困霸鼠錢 就比較像是說 你 就是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早上買一買 然後睡個覺 困霸算錢 就對了 然後就可以來數錢 因為最近股市很好 關鍵性的 一萬元支援行李 來 請 去腳 兩位看到沒有 其實很像也沒有那麼難 對不對 沒錯 承讓承讓 他是僥倖的 不是 聽到沒有 你是僥倖的 第四題 加油 把一個女兒提好了 公園敲敲板 公園敲敲板 請出題 在韓國最初的敲敲板 並不是坐著玩 而是站著 而且跳得越高越好 當初發明的目的是什麼 A 為了採集樹上的果實 B 為了吸引路過的異性 C 為了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選 C好了 C 鎖定 為了看到外面的世界 猜的 有點猜 因為我在想是說 為了採樹上的果實 敲敲板 應該沒有高到 可以採樹上的果實 如果那麼高 他就算可以採 也不能停在那邊 對啊 不可能 是啊 可是因為 我就想玩敲敲板 大部分都小朋友 小朋友有那麼喜歡異性 就是對於那個異性的執著 有那麼強烈 敲敲板 可能不是只有小孩子在玩 因為我是選那個C的原因是因為 小孩其實很喜歡玩那種 忽然遮住 然後再打開 然後他們就會看到別的東西 就覺得很好 對 然後像是敲敲板 如果他是在一個圍欄這樣子 然後翹起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晚一點 他們就會很開心 請揭曉 好 這些敲敲板一開始的發明 是他們把這個古屋稻草 捆成一大樹 上面放一個長板子 那就在這邊翹來翹去的 那其實在翹的時候 他們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韓國過去女子的地位 並沒有這麼高 不是隨意就能夠出門 必須養在深圭東的大家閨秀 那我想看看外面 到底長怎麼樣 所以他們就會故意 兩個人這樣子 用敲敲板的方式跳起來 越過這個圍欄跟牆頭 去看外面的世界 加油了 第五題了 喝個咖啡好了 請 出題 請問哪一位著名的音樂家 對於喝咖啡很有原則 堅持每一杯咖啡 他一定都要放60顆咖啡凍 A 貝多芬 B 莫札特 C 小邦 這好難喔 太好了 我們有一個文史工作者 待會可以問他 我選 我選A好了 貝多芬 貝多芬 請說你 怎麼猜 你這猜的 因為我覺得貝多芬就 個性好像很古怪啊 古怪的人 不是應該很容易有故作性 文史工作者 翁大哥覺得他答對沒 就是 你怎麼猜 吃什麼 那個字太遠了 你看不到 我都快收工了 你還不知道題目是什麼 哪一位著名的音樂家 對於喝咖啡很堅持 堅持每一杯咖啡一定要有 六十顆咖啡豆 選項我說給你聽 我說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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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貝多芬 莫札特和蕭邦 你覺得誰喝咖啡比較堅持 你一次每次都要每一杯 六十顆咖啡豆 貝多芬後來耳聾了 對 誰堅持用六十顆咖啡豆 誰堅持用六十顆咖啡豆 好 但我們沒有互動過沒有關係 我習慣孤獨 上帝派他來修煉我的 請揭曉 請揭曉 你過紀錄了 好 其實貝多芬是一個 有一點強迫症的人喔 他是習慣每天晚上十點要睡覺 早上六點要起床 而且在作曲之前 一定要來上一杯咖啡 而且他在弄咖啡的時候 相當講究 除了愛喝 他會用那種直立式的紅西湖 一顆一顆 把六十顆咖啡豆給放進去 就是這是他的一個個人的癖好 那我們選項當中的莫扎特 之前也有幫大家出題說過 他的癖好是會物癖 他非常喜歡玩大便 蘇東坡也會 蘇東坡也會 蘇東坡他們那時候會練單 然後他們會把自己的尿液收集起來 然後放在一個甕裡面 然後再收集那個尿液上面漂浮的物質起來 然後把他吃下去 他們覺得那個是一個練單 可以練練異收 那個是人中白啦 對 一個中藥材 對 誰在講話 中藥 藥材 人中白 它是化痰子殼的 那是取自哪個動物 人的 最好是七歲以下的男童 叫什麼白的都是 人中白 都是大便 剛剛大便是人中黃 叫雞屎白有沒有 他說那個叫做羊丹陰殿 第六題 三萬在巷子口了 好啦 女兒的力量 動物一家 動物一家星 是 出題 請問項鍊哪一種生物 和鱷魚的血緣關係最近 A 蛇 B 魚 C 鳥 好 我的答案是 A 蛇 出題 因為人血動物的關係 而且我們瑪雅人 也有這兩種動物 我們瑪雅人 也有這兩種動物 因為我想說 先選那個爬蟲類 你是先這樣想是不是 對 然後 我有想說鳥它是 好像是另外一邊 它是 就是那個 戒蒙鋼木科屬種分的時候 牠好像比較早離開 的感覺 戒蒙鋼木科屬種 對…我沒有什麼那個 我亂猜的 蛇好像有點太合理了 對啊 但是富貴險中求 施禁 我就送你一層 關鍵性的第六題 三萬 請揭曉 三萬之為新幣 鱷魚的血緣最近的是 正確答案就是鳥 好 這裡在這個分類裡頭 我們可以先把魚給刪去囉 因為其他兩個都算是 比較爬行的動物 那爬行動物又分成兩大類 一個是玲瓏 另外一個是主龍 那在這個玲瓏的部分 牠其實就是包括了蜥蜴 蛇 牠都是比較屬於有零片的玲瓏 那如果是主龍的部分 牠其實就是包括了恐龍 那麼其實鳥 牠是恐龍的分支 鱷魚也是在主龍的這一隻裡頭 所以鱷魚跟鳥 其實牠們的親緣關係 反而還比較相近 送一個好禮物給妳 OK 來 送了 送給瑪雅人的是 樂眠枕頭組 以身形調整高度的智慧枕 度假量感激一眠 夏涼冬恆溫 天空播具的設計堅稱了 支撐舒適 一枕搞定所有睡眠姿勢 是你居家好眠的神助手 我太太非常需要 這樣子應該不會被殺掉 得到這個枕頭是要 只想到太太 好快 我都想嫁給妳 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馬上進行終極懲罰 看到了 你們這三個人的顏色 好像一家人 剛好老中金三代 爸爸帶來兒子女兒來的 妳兩下妳就一下 好 她好像 好 好 這細眼多囉 沒有那麼痛就少來 沒有 我是覺得很感動 整個手下流行 兩下還好一下就過去了 太輕了 這樣人家會說話不行 不行 好 再一下 我要再撐住 那邊有撐住 真的有放感情耶 有 來 要不要先打電話回家 跟父母親交代一下 交代一下 交代完 今天出門就交代完 交代完了 對 OK 妳的護照 存責放哪裡有九獎嗎 都寫上去了 都寫上去了 密碼什麼都有了 有 OK 好 那我們就上路了 我多想考慮一點 剩下 剩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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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活著 對 還活著 好不好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面對不斷發生的神秘現象 還有靈異的感應 或者外星人入侵的種種的痕跡 你感到惶恐的時候 這時候 知識能夠提供你最大的膽量 邏輯跟科學不斷地在推陳出心 戰勝未知的恐懼 那你就要記得鎖定 北週一到週五晚上九點的 全民心攻略 拜拜 謝謝 全民心攻略 模範身招募中 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